那我们正式进入了这个今天的主题母婴 今天的母婴产品呢 我们其实准备的这个内容很有趣 因为我在做这个内容的这个调研的时候呢 我其实有点懵 为什么有点懵呢 因为因为整一个的疫情期间 我们从中国也好 从周边的地方也好 其实我们看到母婴这个人群 其实是有益的 或者是说无益的 是被隐藏了在这种恐慌里面 包括我们看到的二月份的这个 一开始是尿布 纸尿布后面是奶粉腐蚀 到现在慢慢恢复复工了 而宝妈妈妈这一些人群 在整一个中国的这个 我们回顾了一下 从二月份三月份甚至到四月份 这群人群 其实他的声音并没有太多的去反护出来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说一些被孕的 本来是要今年要要宝宝的 可能是一月份就怀孕了 然后这个准妈妈已经怀孕的 然后还有新手妈妈 还有这个已经被吸尽兽折磨的死去活来的 自身妈妈 而这几群人呢 在整一个中国的社会里面 是没有太多声音的 为什么我会讲到中国这一块市场呢 我在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们是这么说的 包括我们最近分析了很多内容 我们有一个很 已经被验证过的观点 就是中国电商在目前 大陆境内的这些新的商业形态 其实绝大部分都可以复制到欧美 乃至第三 乃至新市场里面去 而在母婴产品这实际上 我们看了一下 放眼看了一下 从2014年 我进入这个跨境电商行业 到今天 无论是亚马逊也好 还是eBay也好 还是书卖通也好 真正在母婴品类 能够跑出来的寥寥五几 可能比较知名的就是 大家都认识的一个叫高灿 一个叫王灿 两个同学创办的叫Pepet Pepet其实是我们在整一个跨境错电商里面 在母婴 而且他们不是一开始去做用具 他们是通过去做小baby的服装 而且是一些潮流时装 他还不是做功能时装 然后切入才慢慢去做肠尾 包括一些周边的产品 其实这里边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在2018年 18年底 19年头的时候 我曾经在天津参加了我们的一个朋友 他本身是做国内母婴产品风投创投的 其中一个四目资金的一个朋友 那天我们跟国内的 尤其在华北一些的这种华北华东 做这个全国母婴产品的这些投资的项目 我们做了很多的交流 然后我也发现在整个事情上 母婴产品区别于其他产品 一个最大的点就是信任 信任 就是包括Pepet 包括Pepet 我们注意看到 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切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型产品 但是事实上功能型产品 它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 那对而求知 他们选择了通过fashion 通过时装 通过一些类似快销品的模型 来去做母婴产品 准确的说 Pepet是做婴儿产品 而不是母婴产品 那包括他里面 我们看到Pepet整个产品 这些人员 像小baby的这些服装啊 围巾啊 一些纺织品啊 都是以设计感为主 而他周边的一些产品 像奶瓶什么的 其实 并没有太多太多的一些亮点 那当然有可能 这是我们收集到的一部分信息 有可能Pepet在别的这个地方 做得非常好的一些东西 然后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了 其他的这些 你像婴司啊 像批卷啊 还有我们广东的相当多的这些 功能型的母婴工厂品牌商 其实很多时候在跨境出口电商 这事实上是相当的保守 甚至是不愿意进来 而一方面 跨境出口电商的这个 尤其是一些做服装的 纺织的 或者是说做 应该说是准妈妈 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些人群的时候 他们想去拓展品类的时候 在碰到这个母婴产品的时候 都往往会有一个巨大的问号 就是我找不到 合适配合我的供应商 所以对于这个母婴产品来说 我们的主题说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跨境母婴产品 那其实真正要拯救 跨境电商母婴产品的 动力在哪里 动力在我们这群手握着 这些中高端 母婴产品公司店的朋友们 这是品牌上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广州有个朋友 一个卖家做得不错 他做快时尚的 那从去年开始 他就跟我一起去沟通 你说我要不要去做一些 延伸的品类 什么延伸的品类呢 这个就是讲到我们 第三个话题了 就是当跨境电商卖家 进入母婴产品的时候 他所遇到的哪些问题 我们又会讲到那个朋友 那他当时是一直研究 说 我这个服装 其实我的供应链 是可以延伸过来的 我可以做一些母婴的产品 可以做一些妈妈的产品 可以做一些小baby的产品 当他进来后 他越研究越慌 越研究越慌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 如果是他在1688那些 拿到的这些产品 质量真的没办法保证 因为首先 母婴产品的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产品品质 产品品质 而且因为这个小baby也好 妈妈也好 他们在这个 用不足的时间 短则三年 长则五年 仅天的五年 五年以后 这些小孩都给你长大了 就变成了儿童了 那他就往另外一个板牌走了 而在母婴 我们所说的 备孕 正在怀孕 新宝妈 资深妈妈 就是应该说是在 小baby出生前后 五年时间的这些人群 是每一年都在变化的 而这些妈妈 又是一个特别特别敏感的人 这个就讲到了 这个我们说心理区了 这就是母婴群群 他们心里边 其实是敏感又脆弱 那我们可能不止一次 直接或间接都听说过了 关于妈妈在产前 孕期间 或者说产后 有一部分的妈妈 可能有点抑郁 或者什么样 那在这个时候 包括他们对小baby的这些 对家里的这种产品 用品 是特别的严重 因为当妈妈 确实是一个 九死一生的活 包括前两天这个 帕比奖被一权女权主义者批评了 对 说这个帕比奖是什么 什么 强奴 敬驴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有人会觉得我是直男 大概原因是 就是帕比奖 他们的孩子跟了 跟了爸爸的姓 要一群人 一群人 就是说 哎呀 不是说帕比奖 你就是个独立的女性 为什么去 就是奴隶 就是这个 就婚侣 我第一次听说 婚侣 我简直 当时我的近拍了 就是人类 几千年 几千年文化的这种 基本的家庭观念 在这群人的景中 就是奴隶 在这群人眼中 就是婚侣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你们 你们要不去搬到火星球 不要这地上生活了 或者你们能找到 什么地方去搬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 当然就讲远了 讲到这个点 就是帕比奖 他本身 就对这个 他孩子的这种敏感 也直接反映了 就是说 母婴产品里面 妈妈对于信任 品质 安全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我们看到 不论是在中国 还是海外 最重要的一个 母婴产品的销售 一定是通过 先下去到 著名的品牌 包括一些 知名的 线上的品牌 它的一个 很持久 很持续的 这么一个过程中 才可信任 我能理解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一个 强劲的东西 包括妈妈 也不过 轻易去做一些 新的尝试 因为这个涉及到 她的安全 婴儿的安全 包括她的整个 身心健康 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那个朋友 我们的卖家朋友 他想切入 去做这个 母婴产品的时候 他就懵了 他发现 他找来的 这种工作商 他根本不可能 去销售 为什么 天过量 本过量 反正各种各样超标 然后像一些图 藏又是 就是商铺产品 我们有时候 是这样说的 就是1688 的确 换取商工也好 或其他的 的确帮助了 我们很多 做扑布型外加的 去做了很多的 这种新的工作 提高了 交易的效率 但是在母婴产品 这个事实上 那当然我们不能排除 有些对价格 更敏感的 第三世界了 或者是不法大 国家的 他根本不care 所以他们就 大量的涌出信 但是在整一个的 全球母婴市场里面 比如说像美国 比如说像欧洲 比如像英国 比如说像日本 比如像韩国 甚至中东 中东某些国家 他们对于这个 婴儿母婴产品的 品质要求 是极其的高 那安全 安全是第一个 产品的安全 那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当时 我就给这朋友 建议说你 你这个可能 要小心一点 因为在这个品类里面 对于供应链的要求 会更高 因为我们其实 也关注拍拍很久 然后从拍拍开始 到今天 都还没有一个 以母婴这个概念 在跨境出货天商 在跑出来的 这么一个项目 那我们如果 就投资的角度来分析 说如果一个赛道上 只有你一个人 在孤零零零跑 那说明这道赛道 其实并没有想象 这么美好 那如果赛道上面 有很多人在跑 大家互相追逐 互相去较劲 那反而说明了 这个赛道 足够的大 足够的宽 足够的远 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 你选择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宽的一个赛道 当然就好了 就比如说 这个母婴产品 对吧 我们看到了 从配配来看 也没有太多新的人进场 然后最后呢 我给我们这朋友 建议什么呢 我觉得你去 可以找一些国内的 拥有线下实体的 这些人 去跟他们谈一谈 后来我推荐了一个 做铜车的 铜车的 然后他们本身 去做一些功能性产品 功能性的这产品 当然交差点不一样 因为它同车 是做OEM出口的 然后它的这个 婴儿用品 服装 它是偏功能性产品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产品有点远 但是事实上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强调品质 这样的可能性产品 对